- 歡迎收看小明星呼籲 我收看小明星的頭顧為民意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股大阪表現 今天台股大阪形成一個開低走低的壓迴 這個壓迴盤中一度大跌差不多125點 到今天這個收盤收跌一個60點 指數來到12413點 那畢竟我想近期的一個台股 包括就是說在昨天的台股 指數已經創高來到12486點 這是說差不到200點 就即將持續性改寫下台股的歷史新高 那相對我想近期台股實際上演進 等於是說這是一段屬於一個全球央行 不斷不斷印鈔票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叫資金的一個行情 那等於說今天就是說 畢竟在昨天這個台股做一個創高 今天做一個壓迴 那當然這個壓迴 到目前為止台股多頭的一個架構 依然沒有去做任何改變 那既然沒有去做任何改變 當然我們就說從上上個禮拜以來 我們就基於大盤 它也產生這個波段的一個波段賣訊的一個後續 比如說我們也陸陸續續針對一些 當時處在一個叫高基期 高基期 配合它也產生高檔的一個 這個短多的一個賣訊 高檔賣訊已經產生了這相關個股 那當然的話我們也連續差不多兩個禮拜的時間 每天給各位做到上直接分享 針對這些標的 我想我們在從上上個禮拜延續到目前為止 延續到上個禮拜 我們特別請各位 切記針對這些漲多個股 你會買無論如何也要會賣 那各位就是說針對這些相關個股 當時你在高檔你跟它先賣 配合這個賣訊產生你之心這個賣的動作 後續我想在這一兩天也陸陸續續 產生這一個波段的一個回撤的一個買點 回撤的一個買點 所以說針對這些相關個股 我想在這一兩天兩三天都陸續產生買點 訊號的這個當下 那當然的話各位 你在當時你有先賣的投資朋友們 趁拉回之後 回撤買點訊號產生 你在做一個重新的一個回接 先賣再買 那各位你保證各位 你一定會賺更多 你一定會賺更多 那相對我想在近期針對就是說 陸陸續續產生這個賣訊的這些標的 我想我們在近期也都有逐日給各位做分享 那當然這些個股 我們每天持續性給各位做到這樣追蹤 那重點就是說 以這些個股當時是處在一個叫高基期 那現階段修正拉回之後 當然的話 目前就是所謂的一個叫做低基期 配合這個買訊做的產生 那低基期 那當然的話 高賣低買 這個階段點 那各位你都可以來針對這些相關 這些個股來做到這樣鎖定 那包括近期 我們就說針對像 以這個波段像OTC指數 它形成一個創高之後 連續七天這個壓回 那到第八天也形成一個叫 所謂的轉折 轉折上來當然的話 延續到今天已經形成連續三天 OTC指數的一個反彈 那這個反彈當然的話 當時這一趟拉回 當時拉回OTC拉回那個接段點 大盤連跌的不跌 還在做持續性一個攻高 那相對就是說以OTC指數 我想這是很多很多投資朋友 你手中持有一些中小型個股的一個市場 那相對我想以OTC指數 相關的一些生計防疫概念個股 我想在這個波段的這個修正拉回 當然拉回弧度都向一向深 包括這檔指標性的一檔個股 這個4743的合一 連續八天跌停 股價從400多塊已經破破這200塊 等於說全面性形成一個叫腰斬 股價除以二連續就八天跌停 股價形成腰斬 那腰斬的後續我想在這一兩天 它已經形成回撤的一個買訊 比如說都要讓產生 那大話就是說我們在每一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的話是跟各位做強調 如果說各位你有這個工具 工具針對不同個股 你只要任何一檔標的 你給它導入之後 你要去留意買 留意賣 那當然的話全面性 我們要各位高賣 那什麼叫做高 低買 那什麼位置位階點 什麼價位才叫做低 我想這個工具 針對這個買賣點這個訊號 都可以很明確很明確 直接來告知各位 那畢竟這個階段點 等於說在當時不管生技防疫 IC設計 甚至像一些相關瓶蓋個股 在當時都叫高基期 那現階段它已經形成一個叫低基期 那低基期當然的話 我想我們進行帶給各位相關操作 不管是說像IC設計 不管是像艾埔 經歷科加登 我想加的高級全部都是IC設計 那短線上我想有一個族群 相關一些瓶蓋個股 瓶蓋個股我想在這個波段 它休息的時間比較長一點點 那等於說這些個股也陸陸續續 我們等一下再跟各位做分享 陸續也產生它這一個波段的 一個回測的一個買點 那所以說我想我們在昨天節目 特別的方向去鎖定一檔 一樣瓶蓋的這檔標的 我想以在檔個股 這個發動點準備要做一個發動 無論如何也請各位 務必好好來跟上這個腳步 跟上這個腳步 相關一樣瓶蓋個股 那當然以現階段 個股的走勢已經叫極度分析 拉東出西 那你要去針對哪一些個股 人家在拉 你去做買進 人家已經開始在出貨的一些相關標的 無論如何要請各位 會買也要會賣 那當然我想以在近期 就是說我們針對近期 已經連續八天拉回來 這個4743的合一 我想我們在每一天節目都跟各位做到 非常直接的追蹤 那畢竟以合一這檔個股 我想 當時他這個波段創高來到476塊半 476塊半 到前天連續八天跌停 前天已經破了200 前天股價來到194塊半 那當然我們在前天這個節目特別有引用 這個月線 乖離率已經來到負了35.8 我講這是歷史首見 第一次看到有負乖離那麼大的 那當然他當時 股價創歷史新高 這已經連續 對19塊一路漲到400多塊錢 漲了23.5倍 那當然的話 正乖離一樣過大 就會情形修正 那戶乖離一樣過大 他會形成一個板談 那配合我想以合一上個股 合一昨天漲停 昨天短多的這趟回撤買點訊號 213.5 回撤買訊的時候這樣出現 那前天連八跟跌停 昨天開始走換 昨天漲停板 那延續到今天一開盤還是漲停 一開盤還是漲停 後續一度 拉到盤下 到今天這個收盤漲11塊錢 大概漲半根停板 漲5.1% 那相對我想 這個個股我想我們一樣很清楚 跟各位做強調 如果各位透過這工具 透過這工具訊號 簡單的一個操作 該賣 你賣得清清楚楚 拉回你該買 你做買進 那畢竟針對我想 相關合一中天這一個股 就所謂的一個叫天國一回的這些個股 我們當然也不建議 因為這些個股在之前漲太多 那漲太多 近期形成一個叫跌升之後的一個反彈 那反彈我想我們提供給各位的操作建議 很簡單 你持有者 把握住這一個波段的一個逃命 叫做逃命 逃命波 你要去把握住 因為畢竟像合一 股價最高來到476塊錢 那各位你不妨稍微review一下歷史 過往不管是說像基亞 基亞從這個476塊錢跌到多少 跌到24塊 剩下剩24塊 476塊剩下24塊 那這個耗頂的一個部分 從750幾塊 758塊 755塊跌到這個剩下58塊 前面那個700整個不見了 所以針對這個相關這些合一 中天各股已經漲很多這些標的 我們不建議各位 你持有者你要去靜待這個逃命 逃命你要做一個賣出 那當然的話 短多賣點 昨天產生 今天漲5%多 相對後續 下一趟的這個賣訊在產生那個當下 無論如何 你要去執行這個出場的一個動作 你一定要酸 這個後續再下去的話 這個波段連八跟跌停 沖襲上叫做出跌段 低段下跌 後續還有這個主跌段沒跌段 我想這個股價會修正在哪裡 各位你就好之為之 就是說你這個波段無論如何 請各位把握這個逃命 那當然的話你沒有持有的人 我們也不建議各位 再往這些天國一揮 中天 姓國 這個合一 甚至包括像這個 姓輝的部分去做一個買進 另外包括像這個4128的像中天 中天一樣 當時賣訊清清楚楚 130塊錢 要各位去做賣 那各位你透過這個簡單的訊號 該賣你做賣 拉回該買你做買 我想這個全面性 以這個中天的部分昨天是漲停 今天一樣開盤漲停到收盤是差一檔漲停 我想這個一樣 這一趟回撤買點產生 那當然的話請各位 下一趟的這個賣訊一產生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執行 出清逃命的一個動作 針對這個相關這個生技防疫 概念個股的實際上狀況 那畢竟近習 我們就說針對 這些相關生技防疫 因為畢竟都是屬於一個叫本孟比 那本孟比等於說我們在近期 還是希望各位 因為畢竟現階段這個叫 所謂的這個資金行情的一個 一個歡欣的一個派對 我想這個派對到底 這個資金行情什麼時候會做結束 結束完之後這個泡沫一破 一破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像這些生技防疫這些個股 真的非常非常堪餘 那所以說我想在這個階段點 到底這個大盤會不會去做創歷史新高 那重點還是要 重點還是請各位 你無論如何去買對個股 那買對個股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各位 你要回歸到基本面 價值型的一個投資 包括我想在這一路 台股的這個這個護國神山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一路 創歷史新高來到387塊錢 那各位你的操作很簡單 簡單的一個操作 創造輕輕鬆鬆獲利 賣訊產生你做賣 買點產生你做買 那當然的話我們在之前也解釋各位 你寧願賣錯你都不要爆錯 你賣錯股票你絕對不會 慘賠破產 那如果說各位像剛剛我們舉例的這個 這個合一你不賣 賣訊產生你寧願賣錯賣錯你都還沒事 你爆錯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哇這個連續8天跌停 股價腰斬的一個實際上 這都是非常非常慘烈的 所以說你要往這些具有基本面相關的 這些價值型的一些個股 不管是說像台積電 這一波買點又產生 到現在也沒賣點 聯發科 這邊買點這邊賣點 這一趟獲利獲利110塊錢 到今天又產生買點 你再做一個買回 股價今天繼續創高 今天又去30多元 聯電買點在這邊 到現在也沒有賣訊 現在是公到漲停百萬 你無論如何要基本面的一個題材 來做個護體的相關個股 才是各位我們不斷建議 各位要去做買進的一些標的 純粹炒作的這些生技房 一概連個股 你到目前手中持有的話 一樣請各位 切記會買也要會賣 另外包括像我們在昨天列舉 這個3406玉金光 為什麼要賣 我想在當時 在7月14號賣訊 795塊錢已經清清楚楚 賣店已經清清楚楚 很明確告訴各位 買點在這邊 賣訊在這邊 這一趟這個價差 289塊錢 57% 相對於就是說 賣訊一到 昨天的玉金光 盤中一度拉回9%多 快拉回到跌停板 今天又撞錯47塊錢 今天已經來到這個668塊錢 兩天而已差了十幾%之多 這是之所以不斷提示各位 你要透過這個訊號 訊號就是能很清楚能夠協助到各位 透過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操作 來創造這個輕輕鬆的獲利 該買你做買 該賣你做賣 玉金光的部分 那近期我想就是說 這些個股 我想任何一檔標的 你都可以透過我們這個軟體 一支手機輕鬆搞定 把股名輸進去之後 倒進去之後 該賣該買 我想這個工序都能夠很明確 來告知各位 他的位階在哪裡 他是否要去留意要做買進 還是留意要去做賣 你都清清楚楚 那近期我想我們從上上個禮拜以來 從7月7號以來 我們陸陸續續針對這些 相關高基期 產生高檔賣訊的一些個股 不管是說我們在當時賣第三趟 艾浦賣在508 五百礦倍 一路修正拉回一百六十幾塊錢 一張沒賣差了16萬多 後續買點產生 我們這個波段我們是買在358塊錢 我想到今天 今天已經創高來到438 我們是買358 現在已經來到438 七八十塊 我想這個 就是說你就是透過這個訊號的提示 該做買 該做賣 我想各位你就清清楚楚 那你先賣 當時拉回之後 家裡賣10張 賣個10張 現階段你可以用更低的價格 買在14張多的一個張數 當時賣10張現在也變14張 先賣再買 賺更多 加登一樣IC設計 台積電供應鏈的加登 當時賣訊在330塊錢 一修正到260拉回多少 70塊錢 一張沒賣差7萬 後續買點產生 這一趟 以這個加登的部分 前天漲停 昨天漲4% 今天繼續創高 已經創高來到321塊錢 落底在260 今天已經321 金利科一樣 這個波段修正很恐怖 修正36.8% 賣訊在76塊錢 一路修正到48塊錢 這連續4天 連續4天 連四紅 先賣再買 我講這個 全面性你就根據這個訊號的一個提示 來簡單的一個操作創造 輕輕鬆鬆獲利 客家一樣 當時高檔賣訊150 150塊 為了說我們在當時7月3號 預告各位 創高爆量 高檔爆量 你要先賣 先賣 7月3號這樣一拉回 拉回23塊錢 18%多 後續滿年產生 那昨天 客家昨天是差一檔漲停 今天持續性 有做到創高的一個態勢 客家的部分 甚至包括我們在前天分享各位 買訊產生的這個4968的這個利基 買點出來 到今天還是做一個持續性創高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那畢竟我想在近期 我們陸陸續續分享各位 不管是說像生計防疫 或者是說 IC設計半導體 甚至包括像一些相關一些 平蓋個股 我想這些標的 全面性 兩個禮拜之前叫做高基期 現階段已經進入到低基期 那各位你就配合他的買訊 買點訊要產生 不管說像近期 像這個 我們在前天一樣分享各位的這個 做軟版的 做PCB的這個加連液的部分 買點訊要在這邊 竟然持續性創高 那這個像這個AirPod 就是瓶蓋的這個美律 瓶蓋這個AirPod 這個藍牙無線耳機的像美律的部分 買點訊要在這邊 連續三天連續創高 今天買訊才產生了這個3545 做驅動IC的敦泰 今天買點我出來 今天大漲超過半個那個停板 全面性下一個階段 你要買進什麼 我想我們都幫各位準備好了 當時高檔賣訊在這邊 回測之後 買訊剛剛好做一個產生的這檔 平蓋個股 無論如何 近期我想像艾普像金利科 像這個柯家 像這個包括 這個加登這些個股 我想你一路都錯過的投資 這一檔平蓋 我想這個基本面 價值型投資 買就買這種有真正 具有這個基本面的這個本質的 相關的一些個股 那股價經過修正 目前處在低基期 那我老師我們在今天有提供給各位 這個投期款的一個活動 你知道就是說先繳一點投期款 那後續 你繳完之後你就可以馬上擁有 我們這一套 這個智慧型的這個操板軟體 後續 你就說你等到我老師我們帶各位獲利之後 你再成為我們的這個長期的一個會員就OK 那這個相關這個投資款這個活動的訊息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這個我們這個Telegram 去做個直接的一個登記 好 今天我們告一段落 謝謝收看 謝謝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